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来年都是这个样子 没年轻过 人先说以前是说什么 长得着急了点 十年前就长得这样 长得太慢性子了 但是都有白头发了 两三年没见 你们俩的生活都发生了一些事情 是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挑事最近挑多了 咱不能这么欢乐 就应该说点悲惨的 对吗 当然也不是中国人悲惨了 咱们就说什么 德国 德国之一 连航的 挺惨的这么一个事 这充分说明 我觉得什么事情要到了顶 往往就会像他的 中国人讲物极必反 你觉不觉得德国 我可是去过的 极为严谨 我多么佩服德国人 那叫一个靠谱 我去了德国之后 我连法国都不太爱了 你知道吗 真的 你已经转移你的祖国 你的第二祖国了 对 你从德国开车 一到法国 你马上觉得法国就没有德国整洁 而且一切服务整整齐齐 是吧 可是你看 最干什么的民族 你就像这样一民族 他出了希特勒 他能 你发现这个民族特别 就中国这个老子啊 这《易经》讲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这个物极 一个东西到了极致 你反而会产生出希特勒 但是一个民族 德国人开飞机 那得多让人放心呢 对吧 但是呢 他到了极端 他就出来个鲁比茨 这就是 是叫鲁比茨吧 对 就出来个鲁比茨 我觉得这也就是从一种角度上 也能解释 就也许就比如说 他们太严格了 所以他承受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今天早上也有人看 也有人就也是调侃嘛 是说 你说这个还能信谁吗 你说这个 比较放松的民族呢 他比较随性 我没有那么大压力 但是开飞机呢 就比较任性 可能安全系数没那么高 那么安全叙数高的 可能像德国这个 因为他很严谨 很严格 就包括我刚才看 就是他参加的那个心理测试 就是说是世界上最严格的 那种心理测试 但你还是难防止 那反过来讲 是不是正因为他很严格 所以他的那种心理压力 会更大呢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解释吧 有可能 不过 我觉得其实德国并 怎么讲 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的 百分百的完美 比如说举个一张火车 德国最奇怪的 一环在他火车 因为他火车会迟到 而且还不是一次两次的迟到 这是德国这个像 时钟般运转的国家的 最大的问题 他们自己人都觉得很羞耻 就比不上日本 但是呢 德国是这样 就是说他 他年轻一代人 其实很多文化上 已经开始改变 像这个富贵这种年轻人 他很多东西 已经跟我们传统印象中的 严肃的拘谨的德国变了 那德国尤其像柏林 这样的城市 变成一个欧洲叫做是 最嬉皮的 最狂野的城市 你想想看柏林 是是是 开派对都是到柏林 就你想玩 玩的疯狂的 都是到柏林去玩 可见这个国家在变化 他某些年轻的东西 正在不一样 那个有个有个有个 德国那个叫雷克吧 那个那个德国 你很红 上次来我们节目 他就说 就说所有对于 关于民族的这种想象 都是另一个民族的一些妄想 他说都说我们德国人严谨 他说我给你举出一百个例子 说明德国人不严谨 所以所谓这种民族性这种东西 它是个四十二倍的 一个伪概念 是个伪概念 我反而把这个事看成什么 不是德国的问题 是航空业问题 就是说 因为廉价航空 我们想它是个连航 过去几年 我觉得全球航空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首先我们曾经有人预言 航空业以后会往下掉 因为高铁 各种运输方向上升 而且还有什么互联网 使用普遍 就使得很多的那种商务客 再也没有很充分的理由 要这么长途旅行了 就当年一直有人这么讲 你以后你有什么事 我们电话会议 或者怎么样 你干嘛还要从巴黎飞到伦敦 或者是纽约飞到北京 用不着 但结果错了 过去几年 全球航空业的运客量 客人的数字不断上涨 乃至于到了一个程度 就是出现很多连航 对不对 现在那种廉价航空 不是满大街都是吗 那这廉价航空的出现 你就可以看到 这变成一个 所谓的坐飞机去旅行 变成一个多么门槛低的 普遍的市场 像打地一样 对 几乎像打地一样 当它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它整体水平 或者各方面的要求 一定会遇到挑战 这个廉价是不是意味着不安全 我觉得廉价是不是指 就是说因为它门槛降低了 所以就比如说 顾客的这个量大了 然后它就是 比如说那个门槛 不是 它人肯定要 就是比如飞行员 它的数量要扩充吧 没错 扩充你就得降低 这个以前咱们都是 你像以前 那七八十年代 中国的航空业 那都是专用的 叫什么 叫什么战斗机飞行员退役的 那它的那个经验也多 你现在只要有钱了 说白了 你参加多少的 小时的飞行训练 你就可以 比如申请考执照 它没有 就是它的门槛 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你比如说 我再举个例子 像这个你说驾驶员 他这个问题 现在是这个副驾驶 一直劝这个正驾驶 你赶快上厕所吧 对 他起来关门吧 结果后来这事出来之后呢 全球航空业都很紧张 好多家航空公司 都赶快出来声明说 我们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就我发现有好几家航空公司 都是一些比较 收价昂贵的 像国泰 他们回应很简单 说我们重来的规定是 驾驶舱内永远有两个驾驶员 所以他们其实 这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永远有三个驾驶 一个上市一走间 里面还有两个人 但你想想看 这就贵了 对 这就贵了 是不是 这就是 这为什么他就解释说 为什么我们票价比较贵 怎么样 成本高 成本就高了 我前一段还看见 中国一个什么航空公司 好像也是便宜的这种 甚至说一个什么呢 出台一什么呢 就说胖子呀 不是 就说你要瘦啊 不看了 可以免费 免费拖运行李 拖运行李 对 90斤以下的 可以免费搭一件行李 你说这算骑士 还是算实事求是呢 对吧 连航都是这样 对 你确实是瘦子 你就减轻了重量 我就说连航 我记得我上美国 因为咱们以前 都是还觉得 好像去坐飞机 还是一个挺正经的事吧 我对连航 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到美国 就是说 你好像连瓶水 你都得自己买吧 对 后来我就想 这不是一个 好像挺高大上的一身吗 没有没有 你还在 什么早餐啊 什么中餐 你都得自己去买 然后拖一件 美国是那种 因为太普通了吧 对 拖一件行李 多少钱 论两论金 对对 然后一下70美元 我记得 我印象太深了 我说哎呦 好天哪 我那天行李 就收了70美元 然后我还记得 但是我不知道 他这个解释准不准确 我问当地的那个人 我说比如说他限制我的行李件数 我说他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是因为比如说重量还是怎么的 他他我不知道他解释对不对 他说是为了呃就是机场地面人员的福利 因为你多在行李 因为美国人他是这个人权啊 他说我我这我得多替你扛一件 所以我要多收你 他是这么解释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这没办法 这旅游是这样的事 就很多旅游业里面写东西的人啊 常常在想象一种 或者回忆一种 是为了旅游的黄金时代 或者旅游的美好年代 什么叫旅游黄金时代美好年代 比如说你可以一路退回家 坐飞机 你今天回头看 二战结束之后没多久的航空业 是什么样的航空业 你比如说现在还看得到老广告 以前的泛美航空都不是倒闭了吗 美国那个泛美航空的 他们广告 那上头 那就叫高大上 就上去之后呢 在飞机里头吃的是鱼籽酱 就什么经济舱头等舱 都是这样 都给鱼籽酱 给香槟 所以那时候他们印象就 飞机旅行就该是这样 然后呢 对高端 很优雅 而且呢是得穿好 今天上飞机穿的 能夺随便就夺随便 舒服就行 那时候上飞机跟歌剧院一样 对那时候简直像歌剧一样 对对对 然后呢 又有人开始回忆 哎呀 坐飞机那叫粗俗 什么叫 比如说有人就 我看很多美国英国回忆 你说穿越大西洋 最文明的方法是什么吗 当然不是坐飞机 是像坐泰坦尼克号 邮轮 对对对 他说你今天坐那种大众化 邮轮的吃了什么玩意 人家以前 比如说泰坦尼克号 或者皇后玛丽号那种 比如说 我有个关于他 有个经典的笑话 就客人上去坐在吃饭 说你叫 说你们有什么 叫什么我们都有 那行 给我橡皮 他说 先生 你喜欢印度橡 还是非洲橡 很难玩笑 好 然后再说回去 还可以谈火车旅行 然后有人说 火车旅行 那过去呢 叫个优雅 比如东方快车 那种 从伦敦怎么样 去伊斯坦布 杀个人还来得及 对吧 对对 这个下车的时候 得有人来得及 赶快铺一张红毯子 什么 但是那总是想象 所有交通工具 它不断大众化 它就一定越来越平民 越来越平民 但整个门槛 现在连航面对的问题 就是你安全标准怎么样 对 不过现在我发现 有个趋势就是 它不是趋势 很必然的 就是不是越便宜 就越危险 有时候是越危险 越便宜 我举个例子 我最近因为 我很快去德国嘛 我来找人帮我买机票 这时候你去德国 对 我要去德国 天哪 我本来还就想做汉沙 觉得它挺划算的 而且他们当地 各种路线很方便 但是呢 后来我看 有一家航空公司 飞德国 商务舱比人家经济舱 都便宜 太划算 你知道是哪家吗 马航 你做梦 你越危险越便宜 我们接下来广告 枪枪三元形广告 之后见 我跟你说 看看这个人的照片 就说 要不说都是事后诸葛亮 就中国会向面的 先看这个 就是撞了飞机的 这个惨状 我多少次的想 如果当时我在上头 这是最后八分钟 这不是最后一秒钟 你知道那个驾驶 正驾驶员呢 拿着那个斧子砍 就那个黑匣子里 有他的声音啊 他说 看在上帝分上 就什么开门呢 你就是 这 这就是这个人 这个路比茨 你再看 你看他挺健康的 还参加跑步 对 但是你看中国有这大仙说了 说早看出来 你注意中国人看人的情绪 要看眉宇之间 但是跑步的时候不都这样吗 眉头 紧皱是吧 有点像这个短命催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 拧这个眉头 就有点拧吧 这个人你觉得 看上去他像心理健康的人吗 看都看得出来 但是航空公司看不出来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刚才文道说是航空业的 一个一个 是航空业的问题 我是觉得这是人性的一个问题 就你再怎么好的制度 我同意你 真的 你再怎么好的制度 都拦不住有这样的 你比如说 它概率是万分之一 那它也会发生的 所以我真是觉得 这个概率比万分之一 还低得多了 就高得多 应该可能是百万分之一 才会出这样的 但是你看 我刚刚看的 就是说 意外 但是美国 它是说2002到2012年 发生的空难当中 不到3000几空难 有8期是自杀 那这一个概率 也还挺高的了 所以我就是说 我说这是人性的问题 这个事引起的 一个最普遍的恐慌是什么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 喜里糊涂的 或者说 就是似是而非的活着 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恐惧 同时又是事实 就是说 你永远也不知道 哪天哪个配枪的警察 在街上 就给你来里枪 他疯了 没错 有这个概率吧 你永远也不知道 一个掌控官导弹按钮的人 哪天会不会 封击一下 这次就是吗 他架着飞机就要撞 不是恐怖分子 对吧 疯了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更简单 就我这 我上课的时候 我常跟同学 讲用这种事情 来当例子 说明现代社会 是什么样的社会 现代社会 跟所有传统社会 都不一样的地方 传统社会 比如说我们农村里头 自给自足 那时候完全是熟人社会 就我们家这个重东西 顶多跟别人邻居 隔壁村 买卖点什么 然后来了一个陌生人 我们绝不信任 为什么 从来没见过 这人哪来的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进村了 就盯着他 或者把他给怎么了 甚至 是吧 这是传统人 传统的社会 现代社会 是什么社会 我对现代社会的形容是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生命 交给了自己 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这就是现代社会 你想想看 你如果 而在这样的社会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信那些 你本来不应该信的人 对 但是你不相信 你也活不了 你信了 你也有危险 你从早上起床 开始就有风险 我举个例子 你早上起床 你去洗手间 刷牙洗脸 你怎么知道 这个出来的水 没有毒呢 你再相信 那个自来水厂 那一大堆工人 工程师 你都不认识 那个水管怎么扑的呢 它有没有定期维修呢 有没有人中间 哪天干坏事 使坏心眼 往里头下什么东西呢 中间经过哪段街区 那个水管 给他放什么呢 然后到了大楼 又怎么样呢 这一路上 这水到你家 你要相信多少人 你如果说我不信 那你早上就别起来了 对 好 然后接着 刷牙洗完眼 出来换上衣服 搭电梯下楼 你怎么能够相信 这个电梯有定期维修 它会不会在你搭 今天这一天 断了一丁跟揽着 而且完全发生过 这样的事啊 是啊 就发生过 好 你出门 你开车 你怎么能够相信 所有人的遵守交通规则 看到红灯就停 哪知道我开车出去 就有个疯子 或者怎么样 它就撞出来 你光是从早上起床 到你上单位上班 这短短一个多小时 你本来应该被杀 你本来应该被杀无数次 但你居然都没死 对吧 这就是受迫害 放响狂 就说真的 正底下 我们现代社会 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就是我们都把自己的性命 交给无数的 我们不认识的人 每个人手中都掌握着 很多人的性命 而且认识的人又怎么样 你比如说 我记得有一次 我觉得这个江文 挺有观察力 有一次 我跟江文聊天 他说句话 我印象很深 就是有人在说 谁不正常什么的 他就说 他说你觉得 当我们如果 深入了了解了 你的任何一个朋友之后 你觉得世界上 有正常这回事 江文聊天 你瞧瞧我 你知道吗 就所谓 你正常恰恰是因为 你还不够了解他 你想想看吧 你真了解 深入了解的人 你说谁正常 是 但是没办法文涛 我想说的是 你不管谁正常 谁不正常 你为了在 现代世界活下去 你只能够 无条件的相信 这么多人 所以这是 我说现代社会里面 要能够运转的起来 最难的 最宝贵的资源 是信任 如果一个人 完全不信任人 他根本连早上起床 都起不来 是 但是今天中国 我说像这个事件 是关系信任问题 但我觉得 今天中国最危险的 为什么信任风险 就假如整个社会的人 都不相信任何人 比如说我现在 很多人吃饭 什么都不相信 菜要自己找一个农地 他们给我种什么样 然后空气 我相信不过 家里装非常大型的 空气净化机 谁我也不信 假如中国人 全都是变成这样 疑神疑鬼 对所有东西都不相信的话 这种社会会分裂掉的 会原子化的 是 但是 每一次出现 这个鲁比茨这样的人 都动摇一次人的信任 但是就是你说这意思 也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么一个人 我们就颠覆了对这个 你就别 或者说你要真是选择那么较真 你就别出门 你就别活了 你就根本活不了 你无法生活 因为你看 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正常生活吧 你还是要信赖那些人 就像你说 你出门要假定那些人 他不会来突然发疯 不会发狂来撞你 所以因为你这个社会 你必须 你必须的依赖这些人 所以我们我就觉得 大部分人就是一个 反正我们就 很多人开玩笑 说我原来我们那么多次 这个得感谢机长不杀人 你这赶上哪一个了 你确实你就想 就没有别的解释 你就说你赶上了 你说那些人有什么错的 一点办法 而且你看 我是觉得挺奇怪的 因为你要是从这个 表面指正来看 这个人是应该 没有理由是精神出问题 说中产阶级家庭 然后母亲大概是个钢琴师 还是个钢琴家 然后他 他后来不也说 他选择这个地方 也是有预谋的 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你从另一方面讲 他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飞行爱好者 从小说跟父亲 参加这个滑翔伞俱乐部 这个地方是他当年 受就是参加滑翔伞训练的地方 所以就说 他要把自己的梦 终结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你的解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他也没有遗书吗 也没有遗书 就是说失恋了吗 对感情 然后失恋了 然后说眼睛是严重的 眼睛也是有问题 就是他可能就参加 就没有办法继续飞行了 所以呢 你也可以解释 他真的是热爱这一行 然后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所以就很奇怪吗 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 哪一个是压垮他的 最后一个稻草 而且我就觉得 你说最后一秒钟 我是觉得那个最后八分钟 你听那个视频 听那个录音简直太 我都觉得我们活着的人 看听那个太 惨叫 是吧 太残忍了 你就等于那个八分钟 你就知道自己真的是 就是去赴死了 那个大家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 我想着 我都觉得太难受了 包括那个 那个正驾驶 但是这个卢比茨 很震静啊 只能听到他的呼吸声 对 甚至是监测飞行员的 这个心跳 都是正常的 他是这样冷静的 撞向了这个扇 你说这种人 枪枪三人形 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 就说这个心理疾病 现在航空公司 就开始做检查 其实我对心理学啊 始终是半信半疑 我认为这还有很多 我们未知的层面 但是比如说抑郁症 现在已经有人说 其实它就是个生理疾病 大脑化学 是 现在因抑郁症 都是吃药的 主要是靠吃药 刺激它一种东西分泌 对 一种化学分泌 但是其实 有一些东西 现在其实 我觉得这还是心理问题 比如说现在 很多戏剧学很关注的 就是所谓对他人感受 因为你比如说像凶手 那种杀人 连环杀人狂 你会发现 他们大部分 都有某种的心理上的障碍 就是对他人的感受 特别弱 他们比如说 小时候可以看着 人家在他面前 残忍的杀害动物 或他自己做 为什么呢 他能够 比如说我们看到个小狗 被你宰死 或者怎么样 他在惨叫 我们会受不了 但他好像没感觉 那其实这种人是不少的 其实我觉得中国也不少 这种人 就是你包括像我们说 报复社会那种 报复社会 我老说报复社会 是个很古怪的 很自相矛盾的观念 你被一个上级欺负了 你在政府部门呢 遇到不公平对待了 然后你去拿老百姓 你不认识老百姓 在公交上 大巴上 放炸弹 点燃让大家跟你赔死 这个报复关系是不成立的 对不对 那这个报复关系 要是只能成立的话 他首先必须经过一道心理程序 这个心理程序就是说 他把那些 他不认识的人的生命 具体的生命 表情一切都抽象化 把他们看成 他们不是人 这一刻 在坐在我身边 这些程序 他们并不是人 他们是什么 他们叫做社会 但这种东西 其实他的整个心理机制 建立在一种 就是对他人不敏感 他人存在不敏感 你知道这个 我看法国报纸的一个标题 这个就是说 人还是寻求要理解 这个理解这种行为 才能让人们心安 我刚才法国报纸的标题 就是说 我们需要一个理解 就是说 怎么理解这个卢比茨 这种行为 就单纯你说 他这个抑郁症 或者说自己想自杀 但是他对这个 同级旅客的这种 他没有积攒起一定的仇恨 他为什么要殉葬式的这么搞 这不用仇恨的 我真的不用仇恨 就是大家就感觉到 很难能够理解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你用得着仇恨 那有些 就像李金刚才讲 开这个大巴 直接撞向三的那些人 他很仇恨 他车上旅客吗 你可以开这个空车去撞 他如果想那么多 他用我们的这种 比如道德标准 或情感标准来考虑的话 他就不会干掉 他就不是正常人了 他就是正常人了 对 说反了 所以他们真的 你可怕这个定时炸弹 就是说人的心理啊 是一个莫测的一个世界 你说这个心理病 你说这个中国 说有各种程度不同的 精神疾患的 有一亿多人 你知道吗 那就是十几个人里头 就有一个 当然有身有浅 那你说 这个危险无处不在吧 是 这个前几天不还有一个人 就是很奇妙的去抢了 王复景的那个表店吗 哦 是 出口店 对 抢了十几块名表 然后那人是个马来西亚人 现在透露的信息 就是这么多 但是呢 因为他的律师 也跟我们在联系 后来可能也是这个 因为没有到司法鉴定 咱们现在也不敢说 但是可能是 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你看的就很反常嘛 突然的一个 偷的太莫名其妙了 然后又那个路线 所以现在也是这一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竟然不了解 北京的交通状况 对 打了个地 跑出 没跑出四里地 就给警察截住了 据说 据说就是 马航实验对他刺激很大 因为 他是在北京生活的 但我不知道在这上面 说合适不合适 然后说他 所以跟他打交道的人 就老拿这个事来 说他 来说他 说那个 包括他违章的 交警一问他 那马航哪去的 所以他自从那个事件的时候 对他的那个精神刺激 据说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 我就发现 这个心理这个事情 真是深入大海 很有意思 我那天看 就各种这个 强迫症的 你知道 咱们 你有一种强迫症 就是锁门 对 洗手洗不干净 锁门 老怕没锁上 你知道有一个哥们 他斗的 他每一次都下了楼梯 然后就想 我有没有锁门 后来他有个朋友 给他出个主意 说你不是会打军体拳吗 他当过兵 会打军体拳 就是说你锁上了之后 为了确认 你就打军体拳的第一式 打了 你就知道锁了 于是他跑 打一下第一式 好 下去之后他说 打没打 第一式 上去了 又锁好 打完第一式 说再打第二式 然后下去之后说 打到第几式 第三式 说第二式有没有打 为了确认第二式 有没有打 他要打第三式 一直到现在 这哥们身心疲累不堪 他必须打完全套军体拳 每次 打完全套 然后 搞完 在那个监视 镜头看 就看着人 你说得人 就往上流行的话 这是病得知 我觉得这个病得不轻 没法 就最后打完全套 是真事 就是已经累得不行了 就是生活 我估计这哥们实在崩溃了 那玩意到街上 冲人打架了 你就是 所以这个人 真是很难 他这个 就是这个事之后 不是老是讲 这个飞行员的 因为其他可能 你比如说 咱们安安安 顶多是锁 锁上面有 那飞行员心里出问题 那一飞机的人 所以他就讲 他说 他们随意 航空工作 老是通过测试 毕竟只能通过一种 技术手段 来去 来去约束 但是这个也难防 他就说美国航空是一个飞行员 所有的检查都是正常 但是就是在有一次 飞行途中 突然爆发了 精神完全崩溃了 说这个你说怎么办 万一我有一天崩溃了呢 那就很难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你就是 加工资啊 不是不是 三个 你提到什么 你加三个驾驶员 三个驾驶员